我们来到树屋的附近 这个地方大概是一个公园 加上一些很特别的住宅建筑物 现在光线不对 晚一点再看 因为前面这边有一些 哇小市集 去看一看咯 这是有书本可以借来看 今天礼拜六可能有小市集 今天6月1号2024年 我们一早10点多 从五余村搭乘城市火车 坐到了米兰 Central Station 我们在谢尔敦check-in之后呢 就出来走一走 这个时候已经是将近4点钟了 我们就在附近的地标 有这个树屋的地方 各式的摆拍 觉得这附近的环境很好 既有一些商业地区 也有一些住宅的那种的风情 觉得很舒适的一个地方 真的不错 这社区真的很舒服 5点半左右 6月1号2024年5点半左右 在米兰呢 这个房子很可爱哈 两个小孩子在推着 小公园小孩子在玩耍 6月2号早上 我们来到了米兰的百花大教堂 路上看到这两部小汽车 真的是好可爱 在他们的广场前面 他们举办了一个仪式 头顶上戴的帽子都不一样 你们看 这些不是头发 好 他们这个是一个帽子 很有趣吧 我们等会儿就要进到教堂里面 我们要到屋顶上去看 今天我们来到百花大教堂的屋顶 其中我们还犯了个小乌龙 我们把日期记错了 但我们发现买票的时候 我们订的是6月1号 但今天2号 好像三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我们就很开心啦 米兰大教堂的屋顶 我们在屋顶上逗留了很久的时间 我们在屋顶上逗留了很久的时间 小乌顶都非常的精细 都是鬼斧神功 不知道怎么把他放上去 真的是令人叹为惊奇啊 所以都舍不得离开 很多人都在上面 大家都想要留在那边多拍照 米兰大教堂的屋顶 我们细细的品味这些非常精致的雕塑 真的是好漂亮榴莲望返 大家慢慢欣赏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几乎把屋顶的这部分建筑 我们都走了一圈 然后我们接着要到最中心 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就是真正所谓的roof top的地方去看 然后上面就是真正在那个屋脊的地方 看到没 上面有小惊人 大家都在这边拍照 很漂亮 很好看 终于上到roof top 上面是小惊人 美兰大教堂 哈比圣家堂大 今天正好是主日 他们在做弥撒 所以我们有一些的部分不能够往前走 他把我们画的一个部分 只能待在后面这一段区域 但是我们有幸的 我们看他们做弥撒 很敬虔 很神圣 也非常令人感动 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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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也年轻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们在百花教堂的广场吃吃喝喝听了音乐 接着呢我们就要走去运河 你看看这一路上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电车 但是我们全靠我们那一双11号铁腿 我们经过他们都没有搭他们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离东姆大概走路15到20分钟 就一个叫Coloni 挺多住居的 一路走来好多餐厅 好多shops 我们走着走着快到运河的地方时 我们又看到了这又是一些小市集 你们等会儿看 这里卖的是山猪肉还有鹿肉哦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运河的地方 哇这间真的是很多热闹的地方 大山猪肉 这个好乱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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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哇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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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OT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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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6月2号的下午 我们来到运河边 漫步当中有许多的市集 还有这些可爱的童心所 你看看这个天气 这个风景 拍得不错吧 我们悠闲在当中 很享受 因为再过两天 我们就要回家了 结束我们这一次 在米兰的活动 拜拜 拜拜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古堡 一个城堡的地方 路上又看到这两部小车子 这里小车好可爱喔 我们来到城堡的外面 天气有点不好 但是是属于舒服的 还好没有下雨 我们在城堡的里里外外 走了一圈 真的是很大喔 这是一个城堡 我们在城堡拍照 溜达一会儿 我们在城堡拍照 溜达一会儿 看到下雨了 我们就慢慢的走 慢慢的看 有一些他们的徽章在上面 我们没有去做研究 所以就姑且拍照吧 我们在城堡这附近拍照 之后天气开始有点下雨 我们想要走去China town 还是靠着我们的双腿11号 我们就一路的走去 走着走着 我们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公园 这个公园的某一处呢 就像现在的照片一样 像凯旋门 法国凯旋门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就去了China town 找到了这家肉夹馍 我们买了一份吃 饥饿碌碌 还是很好吃 我们从China town走出来 往hotel的方向走 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这个地方 像一个商场 我们接着往回走 到谢尔顿饭店去 途经我们那天看到的树屋 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意大利之旅 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 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